九合一大选结束 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的苗栗县议长 钟东景成功挑战苗栗县长大卫 赢下这场选战 入主苗栗县政府 而今天一大早他也启动车扫卸票 感谢选民对他的支持 不过对于选举过程中造成的分裂 钟东景强调自己不会记仇 但被抹黑汉造谣 绝对要好好算种账 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我的个性是用人为财 我也不会记仇 可是该计较的还是要计较 因为我想说应该要 让下一次的选举的选丰不太一样 如果造谣抹黑 大家都放他过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的个性 那个该有原则的 我会遇到原则 可是很恶意的攻击 那个我是觉得 那个输通就要输通到底 钟东景以武党籍身份参选 最后夺下12万4603票 成功当选苗栗县长 对于宪政 钟东景也说 说了会把现任县长 需要昌规划好的事情 继续完成之外 自己所提出的证件 也会尽力去达成